众所阿维粉周知,奥特曼都是正义的,勇敢的化身,但是奥特曼中呢,也有很多打着奥特曼的旗号,招摇撞骗,并且干一些缺德社的冒牌货,比如历史上的第一个假奥特曼,就是由扎拉布新人化成的假初代,虽说外表看起来确实像个奥特曼,但还是能一眼就看出来,这货不是什么好人,而除了假初代,扎拉布还化身过假孟比欧斯,甚至和本尊还拼了个五五开,可见其阴险狡诈的名号还真不是空穴来风,除此以外,巴巴尔新人也是奥特曼中 化身假奥的惯犯了,这家伙化身过假阿斯特拉,假希卡利,假孟比欧斯,以及假奥布等等,其中假奥布还一度渴望变成真正的奥特曼,看来这货跟卡米拉一样,也渴望变成光啊,当然,奥特曼中的假奥远不止这几位,甚至就连希伯利特行人这个丑货,还化身过假奥特之母,着实把赛文给恶心了一把,不过也由此可见,化成奥特曼也算是宇宙人,或者怪兽的战术之一,但是吧,化成奥特曼目标太大,不仅容易暴露,还容易激� 于是就有不少宇宙人想出了一个损招,就是变成奥特曼的人间体来打入内部进行瓦解,所以本期阿伟就给他盘一盘,奥特曼中那些卑鄙的假人间体都有哪几位,第一位假猪心团,大家都知道猪心团不仅是赛文的人间体,而且和赛文还是一心同体,也就是说猪心团本身就是宇宙人,同时赛文不管是战力也好,地位也罢,在奥特曼中都算非常强悍的存在,但是呢,却从来没有哪个敌人敢冒充赛文,最多也就是弄个妄想赛文,或者黑暗赛文什么的,出来 败坏败坏咱七爷的名声而已,不过有个宇宙人却剑走偏锋,直接冒充起七爷的人间体出新团,企图完成他罪恶的计划,在赛文TV剧第四话中,一开始,咱们的七爷就被善于化成人形的哥德拉星人,变成了妙龄女郎袭击倒立,并抢走了赛文眼镜,当然,这也不是咱七爷第一次丢眼镜了,随后,哥德拉星人为了摧毁地球防卫队集中基地,便将马克思号运到了宇宙空间中,并控制了古桥等人员,紧接着,另一个哥德拉星 人又化成了古桥队员,来到了奥特警备队散布谣言,企图迷惑其他成员的战斗计划,不过古桥的一场举动引起了团的怀疑,也难怪,大伙瞧瞧,就这浮夸的演技,和一副不像好人的嘴脸,他能瞒得过咱七爷,很快,古桥的真实身份就被团给拆穿,不过面对哥德拉星人,失去变身能力的团,显然不是其对手,很快,团就被关进了封闭空间,而哥德拉星人则趁机变成了假猪星团,就这么着,奥特曼� 历史上第一位假人间体出现了,这该说不说,七爷这反面形象,演的还挺到位,好在后来七爷顺利逃脱,抢回了奥特眼镜,成功变身,并且在关键时刻,用头标砍跑了假猫的猪星团,救下了已经被挟持的暗奴,好家伙,得亏赛文来得快,否则这里面误会就大了呀,最终,哥德拉星人死在了咱们七爷的艾梅里姆光线下,瞧瞧,这就是冒充七爷的下场,第二位,假香秀术,众所周知,香秀术是捷克奥特曼的人间体,不过和� 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球人,而且曾经还是一个帅气的赛车手,不过后来香为了拯救一个男孩和一条狗,被特供杀死,而香的勇敢也被杰克所看中,于是两人一心同体,杰克成了香,香也成了杰克,所以后来的赛罗和令人一心同体的场景,也正是致敬了杰克和香,不过两者不同的是,香在后来已经完全成为了杰克的人间体本体,甚至在完成地球历练后,直接化成杰克返回了光之国,而令人则是在完成战斗以后,与赛罗分开,所以他们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,同时在奥特� 中呢,也没有哪个宇宙人去冒充过杰克,因为就算能假冒杰克的外形,也弄不出来杰克万能的手镯呀,不过杰克的人间体香锈术,却有人冒充过,在STV剧第十话中,刘梅子和次郎出现在街头,而两人的对话呢,全是对大帅逼香锈的思念,好家伙,当时阿伟看到这集的时候,还以为穿越了呢,而下一秒,超兽扎一根就出现在城市,并且开始大肆破坏,而好巧不巧的是,次郎和刘梅子又被困在了战斗现场,咱就说, 你俩要是往后跑,兴许是不是能跑掉呢,在两人坚持不走的情况下,北斗军带着新武器前来解围,不过就在北斗即将成功的时候,一个潇洒的背影出现了,没错,颜值仅次于阿伟的香,他来了,他带着镭射枪回来了,而香也是给力,仅一枪就搞定了炸一根,随后,所有人立即围在香的身边,而美川队员更是说出了一句经年语录, 而再次回归的香呢,不仅坦白的此次回来,是为了完成秘密任务,并且还嘚瑟了一下自己的奥特雷射枪,听得北斗一脸的不爽,也难怪,毕竟自己的风头被眼前这个男人给抢了嘛, 不过香接下来的种种行为,却表现得异常怪异,这也引起了北斗的警觉,很快,香的身份就被北斗识破,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香秀术,而是亚伯人派来的安琪拉新人,之所以假冒成香秀术,就是想博取塔克队的信任,然后将地球摧毁,随后,假的香便露出了猙獰的面目,好家伙啊,我说你冒充就冒充,化个这么奇葩的妆,是要吓死谁啊,不过当安琪拉新人变回本体的时候,没几下就被塔克队给消灭了,我教,就这两下子还想卧底呢, 所以,这货不仅辱莫了咱们香的颜值,还辱莫了人的名声,属实该死,第三位,假高尚我梦,作为平成三节的第三节,盖亚和迪迦戴娜不一样,人不是来自超古代的光之巨人,而是来自地球本土的奥特曼,而其人间体呢,则是其才华与勇气于一身的高尚我梦,可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少年,也有人敢冒充,在盖亚TV剧第42话中,一开始,一个和我梦长得一模一样,但是气质更冷酷的黑衣人出现,并且对着我梦,就是一顿灵魂拷问,按照 他的意思,这个我梦就是我梦自己,但其实呢,这个我梦呢,根本就不是我梦,而是精神寄生兽毕佐姆,变成我梦的模样,然后再将我梦内心的负面想法,通过对话的方式传递给我梦,其目的就是想,从精神上击垮我梦,随后在我梦的调查下,发现这一切都是炼金计划中的叛徒,克劳斯的阴谋,而毕佐姆就是克劳斯,和根源破灭招来体,一体化后变身的姿态,而当这一切都真相大白的时候,盖亚和毕佐姆展开了决斗,不过即使毕佐� 还能变成八个分身,并且狠狠压制住了盖亚,但就凭这种雕虫小技,就想把咱们的大地破坏者给收拾了,开玩笑嘛不是,最终合体后的毕佐姆,被盖亚制高型的制高交叉所击败,而与此同时,旁边的凯瑟琳也大叫了一声我梦,好家伙,这就暴露了,不过和前面两个假人天体不同的是,假我梦不是利用我梦的形象,出去招摇撞骗,或者瓦解内部,而是企图放大我梦内心的负能量,进行自我摧毁,好在我梦意志力� 才没有让对方的轨迹得省,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欢迎大家指正补充,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。